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文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民众都会骑乘这个共享机车 那共享机车这个服务呢对民众来说其实是很新颖的交通方式 那怎么样才是共享机车的这个服务提供的部分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共享机车总经理公子齐来跟我们聊一聊 欢迎总经理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优达共享公子齐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好 那请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共享机车这个服务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有启发 那贵公司怎么会在一开始想要做这个部分的交通服务这样子 因为我们母公司也就是从我父亲开始 就是在做电动机车的生产跟制造 所以我们在电动机车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很长久的琢磨 那在电动机车的这个在推行到这个路上的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到不是很容易 那电动车好的电动车就是价格还蛮高的 对于一般民众来讲要去使用它其实成本很高不是很容易 电动车的在发展上面也需要广泛的建制充电站或者换电站 所以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所以大概在2014 2015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就开始发想 然后想说我们如果可以用像U-bike的方式 让这个电动机车可以被共享 让可以方便民众来使用 而且可以减少民众的采购负担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让电动车可以广泛被使用的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那就是在推动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服务对吧 是 那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样子的共享机车 在使用上要怎么做使用 那这样子把机车电动车借给大家的民众 会不会在使用上耗损的部分要怎么做管理这样 因为我们的使用方式 因为电动机车它是需要驾照的 所以我们的在会员招募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我们是采实名制 所以会员它需要上传它的驾照 所以本身来说 我觉得台湾人民蛮自主管理的 就是说它会尽到会员的一个责任 它在使用这个车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它在用这台车之前 它如果发现到这台车是有什么损坏的 它会通报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大概去了解说前一个使用者的状况 我们已经实际营运三年多 我们发现到其实因为使用造成的耗损的状况 其实是还好啦 那如果说我们怎么来去管理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站点式的 所以我们的同仁 维护团队 它会定期的到每个站里去检修去查看 所以在比较问题还比较小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定期的去检查胎压啦 煞车啦这一些或者灯具啊 所以有这样子的维护系统 所以车子的耗损状况是还好 在我们看来 所以它是一个 跟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是有一个站点的设置 那在管理上也比较方便 那在民众的租借上也比较方便 那想问总经理在高雄目前设了几个站点 我们现在大约40个站点 现在平均比较分布 比较是在中山大学哈马新地区 然后北区有男子加工出口区 日月光 就在男子那一带 那现在我们跟高雄市观光局合作 所以开始拓展到一些观光景点 像连池潭 骑津 珍爱 码头 寿山 很多地方我们开始整个市区都会建置起来 就是慢慢的在扩充自己的站点这样 那其实想了解一下 这个共享机车在高雄的使用量 可以不可以请总经理跟我们分享 它的使用量是怎么样的 使用率啊 我们讲使用率上来说 在高峰的时候一台车 大概一天可以被用12次 如果说低风的话是大概五次六次 对 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我知道那公司是在地的高雄公司嘛 那有没有看见高雄人 有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使用模式 那在发现之后呢 有没有做一些行销啊 或是营运上的改变 因为高雄地区 长期以来就是公共交通不是很发达啦 所以大家自有的汽油机车持有率 跟比如说跟台北市比起来是相对很高 就大家是比较有自己的 本来就有汽油机车 所以在这个营运上面来说 我们跟为什么采取跟其他业者不太一样 其他业者是属于随处随缓 我们是有站点式的 就是来方便使用者 我们希望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 就是说你以后可以尽量不要自己买车 然后你就可以来我们的站点取车 到我们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我们也帮你预备好了停车位 所以你就可以把车停到那边去停 那如果说 所以我们有一些使用者 我们的经验是 比如说中山大学或者日月光 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去 他不方便停车 所以他就采用我们的服务 他用习惯了 他就会有黏着性 他就会有黏着性 那这是我们想要看见的 就是说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你会放弃使用你自由的车 当你要换车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去买车了 你就用这样的服务习惯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来 因为我们是在地人 我们在地厂商 我们看到高雄很美丽的城市 但是空气污染很严重 摩托车太多 但摩托车这么多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摩托车停在停车场的时间 比被使用时间多非常多 大概一台摩托车 它被使用的时间 在它整个寿命当中只有5% 它95%是停着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 也很不环保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共享电动车 可以以一台来替代10台 这样子的规模方式 可以来大幅减少 在高雄市区里面 未来的摩托车数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当我们推行得很成功之后 高雄的骑楼的摩托车 可能就不见了 大家都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在路上走路 像我们大家去日本 去韩国 会觉得说 他们的路上都是可以很轻松的走路的 在台湾是没有办法 尤其在高雄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愿景跟梦想 我们希望说 透过我们共享电动车的服务 然后未来有一天 我们可以大幅的减少 市区的摩托车数量 然后还给高雄 不只是空气更清新 然后有更多的空间释放出来 然后可以让我们人民的生活上面更舒服 所以在民众的使用上 它不只解决了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那在针对整个大城市的空气污染 其实它也会有一定的功能在这样子 当然当然当然 我们一个短期目标 其实我们短期目标 希望在两年内 两三年内 我们可以在整个高雄投放到三千台 那我们有统计过 当我们投放到三千台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年就会减少 一个凹子底森林公园的那个 就是说它可以去解决的碳排放的问题 所以它的这个 它可以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 这个就是说产生的碳排放的数量 是非常惊人的 对三千台一年 大概就减少一百万公斤的碳排放 所以它就是也是有一个绿能的这个交通运聚的方式 对 那想请问 公司其实一开始呢 是跟中山大学这边做合作 那在跟中山大学进到这个地方 让学生来使用 有没有看见 学生在使用上的一些模式啊 或是说推行的效果这样 是中山大学是2016年跟我们接触 那时候中山大学是我们的第一个试验场合啦 那在那之前我们只是说我们在开发这个系统 还没有实际去试验 那中山大学他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主动来找我们 因为他们想解决中山大学内部摩托车过多的问题 中山大学里面摩托车就有五千台 然后它停车位不够 就是摩托车都停在那边没再用 但是它占据这么多的空间 然后甚至导致了很多的学生的一些冲突 跟校方的冲突 觉得校方没有提供足够的停车位 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共享电动车进去 然后以一台可能就可以替代非常多台 外地来的学生他就不用在自己买车 数学生也不用买车 他需要出去买东西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骑我们共享电动车就可以解决他的需要 所以是这样的缘起然后我们进来 那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发现 的确就是宿舍生或者大一的学生 一进来他就甚至家长会来帮学生 申请加入会员 因为家长也不希望说学生那么远才大一 到这个高雄来读书 买了一台摩托车不知道会骑去哪里 可能晚上会去夜冲啊这样子会挺危险的 但是有我们这个共享电动车 可以解决他出行的问题 但是他也不用担心他会骑到墾丁啦 或者是哪里这样 就是他安全上面也有保障 然后我们每台车呢又都加的 家保非常多的保险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 保护的程度帮他们的孩子啊 那中山这边产生的效益哦 就是第一我们发现到就说 很多的学生他就开始 他就不买车 他因为这个他的行的需求被解决 他就不需要买车 然后再来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效应是 中山大学他曾经有个社会系的学生 写信给我们 就是他们发现到就有我们共享电动车 优达共享电动车的存在增加了他们男女平权 这很有趣吧 因为平常都是男生比较有摩托车 所以女生他要 速度上要出去他是要靠男同学载他出去 但是现在因为有我们优达共享电动车 所以女同学他自己加入会员 他就他有驾照他就自己可以出行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使用者也是女生 所以就是在学生的使用上可以到 男生也可以骑女生也可以骑 大家都可以一起运用这样子 你并不需要说 你并不需要说存到一大笔钱去买一台车 才可以去使用摩托车 你只要有十块二十块就可以 就可以出行 然后也是很方便的在高雄各地做运用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那个服务啦 对 那想请问总经理在 因为在2020高雄其实推出了很多观光的模式这样子 那公司也跟观光局做合作 那想了解一下 在整体的合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是在大学 是服务在地民众 那针对观光局的话 可能是会针对到外地的游客 那在这个营运上啊或是说模式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是 我们之前在中山大学就是比较是解决学生的出勤 那我们也是有感于 就是说高雄市很漂亮 但是我们的公共交通不是那么的完善 老实说 捷运跟我们的公车最后一里路都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高雄市观光局他们就找我们合作 希望我们来解决观光客到各景点的最后一里路 比如来说 大家都知道连池坦是高雄的一个象征 但是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交通工具可以到连池坦 我是说公共交通工具 连公车都没有经过 所以公共交通工具就找我们合作在所有高雄市的景点都来建置 就是优达 那我们希望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就是 游客他到高雄来说他一定是不太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也交通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可以透过优达共享电动车 我们就把它带到 因为我们就会在各重要的景点都设站 然后我们在高铁站一下来 我们就有一个站 那从那边就可以连接到连池坦 我们连池坦也有设站 然后之后从连池坦再往轻轨 珍爱码头啊 甚至可以导引他们到寿山洞域物园 骑津这些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计划要这样进行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说就是 优达共享电动车 它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把游客带到这些景点 我们还会在我们系统上加入了导览的功能 就是当游客骑着我们的车 比如说他到连池坦的时候 那我们的系统 我们会有一些很智慧的方式 比如说像AR的方式 来做观光的导览 告诉他 这个这边的历史 这边的故事 然后跟可能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 在地的小吃 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 把高雄介绍给观光客 所以我们会有导览导客的功能 所以这样的服务对在地民众而言 可能是交通上也是一个生活模式的改变 那观光客而言可能会就变成一个 旅游的一个品牌服务 是是是 这是我们跟观光局这边想要做的 想要做的 我用一下的东西我就要去拥有它 就是像我们现在开路上摩托车 像洪水一样的到处都是 就是因为我为了我方便 所以我需要的确啦 就是说我自己有一台车的时候 我想去哪里这样方便 但是它被使用时间真的是非常短 比如大家一上班车就停在那边 一直到下班才会骑回去 所以中间整个八个小个十个小个是没有在用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共享的经济模式让一个一个物件 它可以很有效率的被使用 比如说车被很有效率的使用 那当这样子共享的理念大家都接受 也发觉到真的是很好用之后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改变生活方式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可能我们需要的没有像我们想的这么多 就是大家我自己需要的没有像我想的这么多 我们不去拥有过多的东西 不要对这个社会或对这个城市对我们的环境造成过度的负担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高雄 整个大高雄都有两百万台的汽油机车 我如果可以把共享推得非常的极致 我可能可以用二十万台就可以代替两百万台 我就减少了一百八十万台的机车 那这样子的数量其实你看会为高雄创造有多大的城市空间 还有可以减少多少的空气污染 所以我们这样子理念只是放在这个机车上面 但是当我们如果说有共享的这样子理念 与我们的人民民众大家同在的时候 它可能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 所以就不只是摩托车 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其实是 比如说现在也有很多共享的办公室 也是一样这样子的理念跟概念 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是也是希望可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从共享机车的一个小的点 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比较大范围的理念 那想请问在因为在推动这个理念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那从一开始可能经过各方的努力 然后到现在来说要维持 要继续的推广这个理念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没有错就是我刚开始从2016年那时候 刚才推行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 被很多人泼冷水 很多人会说你这是乌托邦 或者是很多人会跟我说 在高雄不适合大家都习惯拥有自己的车 就是大家那种ownership 想要自我拥有的这样的理念很强 所以刚开始不容易 但是我发觉到来到现在这个时刻 就是过了三四年 我发觉到大家对这样子的共享的理念 已经很广为接受 已经不会像四年前那么的抗拒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我很高兴 而且我觉得其实民众的思维 民众的心是很开放的 然后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然后新的理念 然后大家也都已经慢慢理解说 我们如果不做一些改变 地球啊 大家也知道说北极已经融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势必是要做一些改变 那现在就是说 我感觉民众对于共享经济这样子 已经渐渐接受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规划就是会在 整个这个行销拓展上面 然后让民众更广为的 明白接受这样子的服务 也是对 除了对于民众之外 也是让观光客知道 我们高雄是一个很智能很绿的一个城市 这是我们的跟高雄市政府的一个很大的目标跟愿景 我们希望透过优达共享电动车把高雄市打造成为一个智慧运输 智慧交通智慧观光的城市 那因为也一直都在努力在推广这个理念或是说这个交通运据 那其实它对于整个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交通运居 它可能是一个生活或是说想法理念上的不同 那有没有特别期待说民众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反馈这样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景跟梦想或者希望就是说民众在使用我们的服务之后 那这样子当我们如果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 就像我讲的我们就会完成我们的愿景 就是摩托车数量你就会看到大幅的减少 那你自己可能家里还会有只是你偶尔可能要出远门去玩的时候 但是就不会这么多台了 就是一个家里面可能本来五个人会有五台车 然后可能会变成只有一台车或两台车 所以我们这样数目就可以大幅的减少 所以我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民众可以多多的有机会的多多的来体验 共享电动车的服务 然后我们相信你一旦体验了之后你就会喜欢它 然后知道它的方便跟好用 你会喜欢它产生黏着性 那未来就有更多的机会 就是当你需要换车的时候 你就可能觉得你可能不需要自己再购置一台新车 你就可以来运用这个服务使用这个服务就可以 所以也是希望带给民众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直继续的推广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让大家一起也参与到这个低碳排放量的这个部分 对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优达共享电动车 我们的整个未来的计划 不会只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我们会有很多的智慧元素放进来 包含5G啊 然后我们甚至会有游戏的元素 像宝可梦那样游戏的元素放进来 所以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玩新鲜 然后一个未来性的一个服务跟产品 那想请总经理分享一下 在这个共享机车的使用上 因为我们都有负责安全帽 刚刚使用者来做使用 那安全帽会不会有一个 会被他们拿走啊 或是忘记归还的这个部分 老实说这个部分还蛮频繁发生的 我们已经补了好多安全帽了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使用者 就是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啊 就是使用完安全帽之后 能够归还到这个车子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保守这样子的功德心 对 那就是因为在管理上 也是要花费很大的心思 那会不会有遇到这个使用者啊 他骑了这个车 结果在路上做违规 被开单的这个状况 那在公司这边怎么做 后续的处理 因为我们的后台很强大 就是我们会知道哪一个时间点 是哪个使用者在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使用者 来负责这个罚单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有站点式的还车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违规状况 其实是相对很少的 所以也不会有这样子 机车乱停在路边的这种问题 比较少啦 会有暂停但是比较少 对 那想跟 请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 大家也一直在推动这个绿能的 这个交通运具 那在贩售电动车这个部分 也一直在推广当中 那总经理怎么看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是贩售 那在共享机车这边是租借这样 是 如果说民众他有想要采购机车的话 我们绝对就是说鼓励他们来采购电动机车 也觉得说他们如果可以采购电动机车 对于环境的还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但是共享电动车跟自由 跟持有这个一辆电动车的情况又不一样 就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就是 当你去共享它的时候 可能可以十个人共享一台车 跟一个人用一台车 那个意义跟理念又不太一样 那再来是 就像前面有提到 某些地方你要去 你要去找个停车位都不是很方便 所以但是共享电动车 有它自由的停车站 所以你就解决了一些问题 这样子 所以一个是租借的 一个是购买的 其实它的理念或是说 它整个使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只是他们同样是在做低碳的这个部分 对他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贡献 就是可以减少很多的空气污染 那是说一个是自己持有 那一个是你去跟人家共享 那去跟人家共享它的减碳力是又更多啦 因为你就是你又减少了一台车 制造了碳足迹嘛 那就是也是大家都一直在推广这个低碳的生活 低碳生活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发想 那请总经理稍微帮我们分享一下 在电动车这个低碳生活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理念啊 或是说想要推广的这个部分 理念的推广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民众就是如果说有需要采购交通工具 尽量就是往低碳的交通工具像电动车啊这样子来 那如果说你是要去解决你的出行 那你可以选择共享 因为共享电动车它又节省了很多的机车制造的碳足迹 那它的减碳效果是更好 那如果说你要去更远的地方 其实采用公共交通运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都是尽量来避免自己因为我的一趟出行所制造的碳足迹 那谢谢今天总经理到我们这个节目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叮咚加个好友吧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